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交网站来做生意 对的 社交网站做生意 是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 因为人与人的交接 人与人的交往 就有物跟人 物跟物的联网 因而能够创造盈余 因而能够继续把派 物联网的派 跟云科技的派继续往外推 加大 而且加大的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我们来看看一节圣经好了 这节圣经是传道书第七章第八节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 存心忍耐的 胜过居心骄傲的 我们一路上 特别在斯洛康巴尔里 我们一定要心存谦卑 要有创新的心 你没有创新的心 你怎么进步 所以一定要常常有创新 创新的过程非常艰辛 你要在云科技当中 社交网站当中创造盈余 你一定的不断的有创新 动你的脑筋 进一步 你常常会觉得非常的沮丧 对 但是 下不去 没有办法接下去 一定要不要灰心 继续的心存谦卑 上帝祝福你 所以我们想讲的就是 云科技的进步当中 这次F8的会议 就是Facebook的会议当中 三项的科技的重点 第一项就是RV 什么是RV RV就是虚拟的 Virtual reality 应该是VR Virtual reality 另外一个是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另外一个现场的转播 这个是最新的云的趋势 云的趋势 云的趋势当中 Virtual reality 你现在在云端里面 你在Facebook里面 你常常 你不仅也有机会 可以打电动玩具 你也要虚拟的 好像要购物一样 进入一个房间里一样 进入一个餐馆一样 进入一个夏威夷的旅游 度假的整个经验 这就是Virtual reality 这是一个Virtual reality 让你创造你要消费的那种 激动跟热情 这就是以后在社交网站的一个趋势 不得了 你会想到你要去度假 要不要先看一看 我在想很多人可能一天到晚就在那边 起不来了 一天到晚再度假了 反正就不动 但是这个虚拟是最终是让你愿意去消费 而不是在虚拟当中 就度过一生 就好像满足了 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希望能够云端跨界 智慧物联 就是IoT Internet of Things 刚才讲到在社群网站或在社交网站里面 创造你Virtual reality 还有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对不对 它有一些很好的Big Data 能够知道你拿着Facebook 你还没进到旅馆之前 旅馆的人已经知道Tilly 你已经赵女士 已经到了我Hilton Hotel了 你喜欢的房间是怎么样的房间 那有View的 Non-smoking的 你喜欢吃的晚餐是Steak 你喜欢喝的饮料是Diacoque 它都可以从Big Data里面抓到资料 因而它在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满足客人的需要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是新的趋势 有更加的富有 因为现在比如说 你要到一个顾驾村之前 它可能会先发一封电邮给你说 你需要是单人床 你需要多一张床等等 那以后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地方去搜索这些资料 还是就是说你把你资料输入进去 你的资料输入进去 加上你的 在长期几年来 在Facebook里你的Click 然后进一步就可以知道 你常常到亚洲去玩 你常常到欧洲去玩 你喜欢看什么电影 听什么音乐 对对对 确实有电影 喜欢什么电影 对 然后你进入这个hotel的时候 你喜欢的音乐已经放了 你喜欢的可乐Diaco已经送上来了 对对对 你喜欢的movie已经免费的在你的hotel已经开始播放了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非常好 非常贴心到底了 贴心到底 这种就创造了很多IoT的想象空间了 是吗 对对对 这种IoT的想象空间在2020年以前 有1.9 trillion dollars 你可以想象这有多大的商机 是 这有多大的商机 你看看以后的未来世界是什么世界 甚至另外一个technology的在社交网站 除了Virtual Real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另外一个现场的播出 现场的播出 什么意思 你看看电影 OK 预告啦 这个音乐会啦 甚至在车展啦 你的现场演出的 现场播放的那种功能 那种感觉 创造你 创造你愿意 我下一场一定要赶过去 就看得到 但是摸不到 就是你要再走一步才摸得到 让你心非常痒 创造你能够消费的那种热情 那种动力 这个以后社群网站 在整个的全球的IoT的物联网 还有人跟人的联网当中 创造了很多新的盈余 这个派会越来越大的 我可以想象 以后大家可能都会比较胖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大家比如说有些什么厨师 还有设计的那种食谱 它让你看得到 可是你没有办法吃得到 肚子饿的时候一定就特别 我在想这个方向发展的空间很大 我甚至还在想 你在看电影 或者是旅游 有一种海的味道 对对对 或者是你在看烹饪的时候 这个看到steak 你有闻到steak的味道 这种在科技里面 这种在科技里面 都创造这种虚拟的热情 这种虚拟的热情会让你愿意更多的消费的 其实我不晓得这个好不好 这个 你刚才晓得会让人家越来越胖 让你就变成月光族 这个掏钱出来 愿意来消费 但是这个数据已经表明 这个科技创造的盈云 以后会越来越大 这种趋势是这样子的 对 这个Netflix On Demand 就是一个创新之路的 一个好的 我们上集有讲到 它原本是一个邮寄的 一个DVD的公司而已 对不对 在13年前 这家公司只是 blockbuster看起来的一个小老弟 blockbuster都有店铺 他没店铺 他不需要店铺 他都用邮寄来寄 后来Technology有云社交云平台 他就用云平台来看电影 因而就打败了 原本他的老大哥的blockbuster 不但是方便 原先他可能blockbuster的选择还比较多 后来他就增加了很多电影 一些老电影新电影什么的 你可以想象以前在DVD租一部 要五块钱一部 对 现在负一个月只要 大概就是五块钱六块钱 对 所以成本降低 而且制造了很多好的银鱼 这是good profit 让你跟我都愿意 消费蛮好的 让你的生活有一些适当的改善 你不需要挤电影院 也方便 你现在比如说看那个预告 你马上网上就可以看一个 简单的介绍预告 没错 在云里面都可以达得到的 非常非常的好的 这种technology让我们在IoT的想象空间里面 因着人的需要创造了很多物联网 这种物联网里面就是一种创新跟整合 这个整合我举个例子 这个整合因着人的需要 常常公司跟公司都有可能合并的可能性 合并的可能性 你可以想象本来是随身听跟电话 在2007年把它combine之后 随身听跟电话变成smartphone 用iPhone 因而创造了新的热情来买iPhone 对 然后进一步 然后进一步 iPhone 有听也要看 进一步就跟电视combine 所以又有电视的功能 再upgrade 进一步 你的smartphone可以看报纸 跟报纸 搬带 因而再upgrade 你可以想象无限的空间 能够跟各行各业整合combine 这种物联网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创造了好多盈余 你可以举个例子 有哪些行业还可以combine的吗 我晓得鞋子跟手机可以combine 当然你可以手机来看你的鞋子 购买你的鞋子 对不对 手机跟旅游 当然可以看 你可以旅游订机票 是 都可以的 对 任何的事情 想尽办法 创造整合 整合之后 你有新的热情来购买 对对对 其实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创意的一个开始 如果你只要你能够想到的话 没有别人在做 就可能可以执行的 没错 所以我们Silicon Valley 对于观视电视机观众朋友 也是一样 我们都可以想象 为什么Silicon Valley 在过去五年当中 不断地在整合 你只有在整合创新当中 有创造新的机会 其中一家公司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Microsoft跟Salesforce 既是敌人 但是也是伙伴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们两个做的事情 几乎在某些方面 是在一起的 在Database里面 做生意 Microsoft也有 Salesforce也有 后来合作 大家可以一起来做 可能来对抗Oracle 这种是云端的物联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现在Salesforce跟Oracle 哪一家公司的名誉比较好呢 都是不同的 就是说segment Salesforce比较高端的 比较高端 Oracle可以从中端 高端 普通的低端都有 所以Salesforce是很focus 在中高端以上的 都非常好的 这种是一个Dreamforce 所以常常想到 你有任何的整合的机会 在云端里面做生意 在云端里面 能够帮助更多人的需要 举个例子 教育是我们华人最喜欢的 对 最注重的 但是因为开车一两个小时 小孩子送去送回来 很麻烦 对 那怎么办 云里面上课了 还是在家里上课 在家里上课 家长坐在旁边 老师可能是在三番四 但是学生在say or say 一样在网上能够上课 多好 甚至现在像Harvard 像很多美国一流的公司 一流的学府 在全世界都开课 在云端里面都开课 至少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参与 因为我相信本人倒还是有些课程还是必要的 因为他的brand name够大 好的学府 很多人来 对不对 而且费用也比较低 对 进一步能够推广 他的公司的reputation 这个都很好的 是 所以云端的科技的创新跟整合 对不对 Microsoft买了Rim Cisco可能会买Citrix Red Hat IBM可能会买Brockett 这都是可能在下一步会举行 会发生的 Apple前几年都有可能会买Facebook 或者是买Sony 电玩 这些都是音的整合 有可能无限想象的空间 创造更多的盈余 这种就是社交网站的云科技的趋势 所以有一个笑话 Don't cry out at clouds 不要像云乱吼叫了 我们要接纳他 这是有一个广 一个笑话 All men yell at clouds 不必我们就接纳就可以了 只是说以前可能年长的人 还觉得很多太新奇了 不晓得怎么样开始 不能够学习着新的技术 其实我在从亚洲回来 在亚洲的这些阿公阿嬷 为了跟孙子沟通 谈话 整天都在滑鼠 他们都滑鼠的高手 高手 他们是LINE的高手 他是WeChat的高手 所以事实上 这个年长的就不能学吗 也不一定 这个派是越来越大 从小的两三岁开始到老的 都在运用这个新的平台 对 其实刚开始我们用手机 也是觉得说 Apple的手机 iPhone比较好用 所以就会选择 就是更加的人性滑这样子 对 更多的人滑 这个派就更大 就创造更多的人联网 物联网 车联网 银余就更多了 是 好 好 那我们先收拾一下 在那个现场看的话 可能你可以听到旁边的人 大吼大叫 对 跟着拍摄 科技 云色焦 改变了你跟我处理事情的方式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财经司事 我是主持人 赵和 我是主持人 韩文先生 好友情 欢迎你收看节目 我们刚才节目的第一段 跟您讨论到社交网站 怎么把人跟人跟人跟物 连起来 那我们先要再看一下 社交网站有些什么样的应用 对的 第一个还是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 你要迎接这种云社交 云社交 而不要像这个卡通的这张图一样 All men yell at cloud 不愿意有新的态度 不愿意be open-minded 来接受这新的云世代 这云世代在云科技里面 我们要能够主导它 我们不必被它控制 但是我们不愿意错过它 所以我们云策略的云策略 就是我们不要cry out at clouds 我们不要反抗它 我们take advantage 能够乘势而上 在台湾还有在亚洲 其实用云社交最多的 很多是老人家 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为了跟她自己的孙子孙女 每天交谈 在自己的line witcher上面 常常跟她的孙女孙子 彼此互相的交谈 所以常常滑鼠的 都是老一辈的 这种趋势 从老到少都在用 所以被逼迫 逼上去的 以前可能不愿意学 也不愿意接触 没办法要跟上时代 其实很多老人家 都在滑鼠上面 在社群网站里面 他们寻找他们儿时的玩伴 寻找以前的同学 甚至每一天跟自己的家人交谈 都创造了很多商业的机会 那这种派就越来越大了 另外一点 你在社交网站里面 你记不记得 去年世纪的boxing的大赛 我记得我没有谈过 就是这两位中量级的冠亚军 由菲律宾的拳王 跟我们美国的拳王 来争夺世界的拳王 这个时候 以往你看的方法 就到现场看 还有呢 在电视上 在电视上 对 事实上呢 去年呢 就发生的 除了电视上 HBO来看呢 你可以在Periscope看 就是在手机上面看 手机上面看 甚至在现场里面 很多人发了照片 发了一些简单的video 让全世界的人来看 因为看这场 一场要看100块钱以上 但是你也可以手机免费的来看 这种情形 让我们就看到 你是Hollywood跟Twitter在对抗 Twitter是免费 Hollywood要给100块 这种呢 就是云端科技 在社群网站 创造的一个新的平台 新的机遇 让人 除了在电视 还有在手机看 所以是不同的气氛 以前你在那个现场看的话 可能你可以听到旁边的人大吼大叫 跟着拍手什么的 甚至于气温都不一样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网上大家的评论 这个人怎么这么笨 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 对 但是你要晓得 这是菲律宾全王跟美国全王 在亚洲是半夜 在拉斯比加斯是白天 所以你怎么样能够调和两个 那有人 你能够在电视机前面看 那是最好了 不能的话 你只能在手机看 对 那你怎么办 那当然是 mobilization 是现在就是越来越主动 on demand 所以这种情形就越多 比如说你在Donald Trump 他们在民主党 或者Helry Clinton 你除了在电视机前面 看他的证件发表会 你也可以在手机上面听 对 这种就是mobilization 科技 云社交 改变了你跟我处理事情的方式 我想大家很多人 更会想要发表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他对某一个候选人的看法 他会说 你晓不晓得他以前做的这些事 什么什么的 一个分享 对 而且云科技的任何不同的平台 有不同的功能 你可以从Facebook里面 看一些可能几乎近于实际的实况转播 你也可以从Twitter里面 能够实际的了解到 能对这场辩论的common 不断的streaming在common 对不对 评论 每个人都是评论家 每一个人都可以照你的观点 不同的云社交平台 是 能够好好的对事情对人来做评断 对 每一个人都是记者 每一个人都是评论家 对 也可以发表一些自己的情绪 有些人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就把这个情绪给表达出来 没错 那这种情形的话 不仅是人跟人联网 事实上也是人跟物联网 当旁边有一些广告 你就可以有一些商机了 消费的机会 消费的机会 当你在看boxing的时候 旁边有运动鞋的广告 当你在看旅游节目的时候 当然 飞机票就可以卖了 对对对 飞机票或什么其他景点的酒店 什么的 对 事实上我们是提醒一下 云社交是一个新的概念 是为你自己的 为你自己 你要寻找你自己喜欢的平台 从这张统计图里面 你就可以知道 90%你上社交网站 都是为了你自己 看孙子 买东西 旅游 同学会 人跟人的联网 因而能够创造business 有37% 对不对 因而能够自己 能够有brand name 能够engage with business 这些都是为了你自己 你不上网 你就可惜了 对或者是交朋友 对对交朋友 非常好 对不对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另外 我们呢 这种新的机遇呢 你可以看得到 在social media里面 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各种media 因着我们自己的需要 我们要善用 Facebook 当然运用的人最多 是 林肯也是 对不对 这些我们都要善用 你不善用不是非常可惜 对 所以我们过去几集当中 就是提醒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你要善用这种云科技的平台 进一步能够人人联网 人物联网 物物联网 因而能够在你的生活方式上面 更加的扩大你自己的生活领域 能够提高你的生活品质了 创造更多的商机 没错 那进一步呢 我们就看看我们自己在物物联网 人人联网当中 我们用圣经的话语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切的一生的果效 是从心发出 让我们知道 我们常常有创新的心 生活在这个世代当中 特别我们在Silicon Valley 不仅我们创造领先风骚 我们自己也能够善用这个趋势 因而能够自己能够跟上时代 因而自己的工作生活都有好处 对 心它真是要有一个对的心 不要说胡思乱想什么的 对 你不要反抗它 我们就take advantage engage 这个趋势 重点是engage 你不要against它 你engage这个文化 engage这种社交文化 engage这种云文化 engage这种社会的趋势跟运动脉动 你不必被它所牵引 但是你善用它 你是主导的力量 你善用它 你接纳它 所以就是让大家迎接新的趋势 就是一种新的社交趋势 要赶上 马上赶上 免得是越赶越远 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生活方式 都要在这个节骨眼里面 好好的能够善用 股票已经表明 反映出来了 反映出来了 我们也要好好的善用这些 好 那今天要记得这些FANX几家公司了 对 好 那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 祝您的离开一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